夏至是什么意思? 夏至是24节气之一 夏至这天,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达到一年的最北端 北半球各地的白昼时间达到最长 夏至的时间一般是在6月21到22日 是整个夏季中白日时间最长,黑夜时间最短的一天 也表示炎热的夏季即将来临 夏至时节,我国大部分的地区气温较高 农作物迅速地生长 此时降水量影响农业产量 故有夏至雨点值千斤之说 夏至气候炎热,人的消化功能也逐渐地减弱 饮食不易肥腻,所以夏至大多一面食为主 北方流行一句谚语,冬至饺子夏至面